Sim不对 大家好 我是刘文 长一点 forge act 实在商店团,刘文 antig sticky 你好,大家好 我是时代商店团,刘文 你好,大家好 我是刘文 大家好 我是想在这个舞台上 闪闪发光的初中生 刘耀文 时代上一番刘耀文 我是刘耀文 刘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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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刘耀文 刘耀文 刘耀文 我和刘耀文 大家好 我是刘耀文 刘耀文 刘耀文 大家好 我是想在这个舞台上 闪闪发光的小学生 刘耀文 我是不喜欢一个人去旅行的刘耀文 刘耀文 年龄 年龄 是吧 大家好 我叫俊耀文 Jill 我叫俊耀文 我今年十岁 我长大了是吗 不想当他们第一 真的 我说实话 我真心的话 2017年那个时候 我觉得自己太小了 然后感觉一切也太矮了 我也想做大哥 小时候我很羡慕别人长大 因为那时候其实懂得比较早 但现在其实 这个问题听到过无数次 真的我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这个问题 怎么回答 就也不太明确 18岁对于我来说 到底有意味着什么东西 18岁对我来说 就其实跟原来没有区别吧 你该做什么还是得做什么 一切就是按部就班的做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区别的 感觉没有哪一时刻 能让我感受到我自己突然长大 嗯 狗狗 多吃点 狗狗 好吃吗 怎么这么可爱呀 真可爱的狗啊 怎么这么可爱呀 狗狗 天气晴朗 享受阳光 将不愿 feeling now 好 宇宙的一声巨像 闪亮灯场 Open up 就别害怕 做出他们期待吧 When the whole world have their eyes 优优优独播剧场 我觉得在小学三年级之前的小孩子都是快乐的 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面他们每天除了上课就完了实际在他们其实课上也非常有意思嘛 长大干嘛呀 长大好累呀 长大干嘛呀 真的我现在对于长大这两个字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词 真的非常痛苦 就但也没办法你得经历嘛 所以但我对于我自己的心态来说我会一直的嗯就是让自己开心下去 我我还是觉得得开心最重要 和土豆在一起不然开心快乐的时候就会下一次的忽略时间的流逝 就是会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孩儿 像是一种精神上的陪伴吧 现在觉得大人的世界其实并没有小孩子的世界精彩 对小孩子的世界真的很快乐 这个世界不缺大人也不缺小孩儿 做梁耀文自己就好 再一次再一次 再一次 再一次 我觉得还是这个问题 嗯 就这一段就是这一段还是写不出来 再一次 呃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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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再一次 我是一个喜欢就冒险的人 喜欢去做一些我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因为小时候你会肆无忌惮的 就是一往无前你啥人你知道你都得做都要去尝试 我 那我可以进去了 你 爽 好 但你现在会想想后果 我会想到如果我做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长大之后你会有各种做不完的冒险 其实都是就是得 往后一步就是再多想一步的 老板我问你 为什么想要我帮忙 因为 因为 我想成为发光铁 刚开始做就好像都没有想过走到这来 就是觉得很新鲜好玩 然后觉得有意思嘛 结果现在呢 就是 嗯 站到了比较大的舞台了已经 现在想的东西肯定跟原来不一样嘛 现在想的就是说能够 带来更好的作品 然后能够让大家 记住你 用作品就是留住别人的心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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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他这个 每一个的区别是什么呀 嗯 我要开礼航 开两个 开一对 那这两个 文哥 啥感受啊咋样 很新奇的一个 哈哈哈哈 确实 一次 嗯 18岁还没到就开始玩上 都开始玩上核桃了 是啊 这个感觉很好玩 很舒服 我再去买一个能盘的你知道吗 可以啊 可能会随着携带吧 时候 长大之后会觉得 其实有时候一个人 真的需要安静一会儿 当你安静的时间多了时候 次数多了之后 你会 喜欢 或者习惯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是享受 因为我为什么会享受这个是 可能是觉得 这个时候是会让我真的会明白 思路清晰 所以我会享受这个时刻 因为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很明确自己想要什么 你想达到任务 比如我今天晚上 我在练吉他 我就 狂练呗 然后我今天晚上要干嘛干嘛 我已经就得做到了 三二一 生日快乐 三年 三年 谁先吗 如果说成长的代价是孤独 那我绝对是幸运的 我享受独处 因为毫不犹豫的拥抱爱 我是刘文 我准备好已经见我的18岁了 请和我一起期待吧